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妈 我觉得吧您没把握到儿媳妇 我是觉得咱们一家人有什么事不应该一家 哎 佩佩 我告诉你啊 我杜秋兰这辈子行势磊落 光明正大 思想过硬 作风正派 我心里从来不隐瞒任何的问题 那房子跟车子贷款那个事情 我主持人说 我不会什么小心眼儿 我是觉得万莫齐她不懂事不告诉我 你们也应该告诉我吧 怎么了 莫齐 莫齐 你在哪儿呢 哎哟 媳妇 你怎么回事啊 你跟我妈替什么房子车子呀 咱俩不是说好了吗 别跟他们先说 强制执行的事情 我爸这刚从医院回来 你这么一说 不把她送回医院去了吗 不是 我没有提强制执行的事 我就是觉得那车子的房子 是混钱抵押贷款的 我就觉得是你们全家人跟我做的一举子的 你说他们也是长辈了 为什么还一起骗我呢 我心里这不见我过不去吗 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 你说我小心眼儿 哎哎哎哎 你看看你现在这状况 我现在愿意跟着你说我心眼小吗我 哎 去去去去去 别生气 别生气 别生气啊 去去去 哎呀 先听我说 先听我说 我知道你是最善解人意的人 对不对 上来 哎呀 我爸妈她当初没告诉你 那不就是希望咱俩能好吗 你看你妈那人 你也知道 没有车子房子 那就别当心了 她要是知道我当时那种状况 能把你嫁了吗 哎 你别扯认我妈了啊 我们俩是夫妻 从法律上来讲我是有知情权的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跟你妈妈说咱们是一家人 如果下次还有这样的状况的话 就别再瞒着我了 哎 哎 哎 没下次 我保证绝对没下次了 知心 你 你突然来我们家 是有什么急事吧 叔叔阿姨 我是来向你们道歉的 对不起 哎呦 使不得 使不得 哎呦 哎呦 孩子 怎么能你向我们道歉呢 当年 我们应该向你道歉 当年 老板 老板 当年的事情她起不住了 她失忆了 叔叔阿姨 我是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可是我就只记得裴佩啊 我知道 我以前非常爱她 当然 我现在也非常爱她 可惜她已经结婚了 但是没有关系 我祝福她 我希望她幸福 这些都是我的心里话 知心啊 你真善良 哪儿哪儿都为裴佩照相 可是 这次是我害了她 怎么 裴佩怎么了 裴佩没跟你们说 没有啊 她又怎么了 你来了 我来 尝尝吧 尝尝我今儿钓的鱼怎么样 嗯 真行啊 爸 这鱼得两斤多吧 不止吧 这怎么也得 嘿嘿嘿 差不多了 哎呀 裴佩啊 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个蛮字 也不能说完全不对 今天我代表我们全家 给你道个歉行吗 不是妈 不是那个意思啊 裴佩 你那就 就应该接受我们的道歉 嗯 你们的房子和车子 是在你们结婚之前 就贷款买好了的 这我们没有告诉你 没有告诉你们家人 这都是我的主意 跟我的儿子没有关系 现在想起来 我们这么做好像有点自私 不过我们的初衷都是好的 目的很简单 就希望你能够顺顺利率的跟默契把婚结了 然后你们再好好地创业 其实这个事情呢 我是有责任的 我当初呢 就不该听默契的 啊 裴佩 我希望你呢 心胸能够开过一些 不要跟默契一般见识 啊 你放心 以后像这样的事情 再也不会发生的 行吗 爸 妈 我 我心自一急 我今天一 一说就太激动 我就说出来了 我知道你们为了我好 这事啊 就翻篇了 你们放心 我是一定不会告诉我爸我妈的 不要跟你妈说 最后不要跟他说 都怪我失忆了 所以我的一切言行都不具备法律效力 因此产生了一些误解 对此 我感到很抱歉 这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叔叔 阿姨 万木齐那房子 还有那奔驰车 法院要强制执行了 裴佩就要无家可归了 可这一切都不是我的意思 是我母亲的意思 当然她也是为了我好 虽然广告牌砸伤了我 可是我心里就没有怪过裴佩和万木齐 我也是后来听律师说了才知道 原来万木齐那车子和房子 都是三年前抵押贷款买的 三年前是不是就是她和裴佩结婚的时候 莫姐 接下来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爸 我跟裴佩商量好了 我们先找一工作 这太好了 儿子 这就对了 知道吧 找一个稳当的工作 不要一天总想着当老板创业 你不要空想 是不是 这就好 我是这么想的 这先找一工作呢 过渡一下 我呀 肯定还是要创业的 我知道 你肯定得说我 好高无远 又要批评我了 可我真是觉得 这没钱呢 可真不行 当然 这钱也不是万能的 但是你做生意嘛 一定要有远大的目标 所以 行了行了行了 不要再跟我说你一套谬论了 好吗 莫琪啊 这个车的房子 让我和你妈妈现在就连我们自己这个房子都得 说什么呢 那 不是不是我们的意思呢 莫琪就是 就你跟裴佩吧生活过得很好 比什么都重要 不是 爸说这个 你们的房子怎么了 房 这房子 是这样啊 莫琪啊 这房子呀本来是在你们结婚之前 我们想重新装修一遍的 不是后来 因为开销大嘛 想紧了你们买车买房 所以我们这装房子的计划就免了 吃吧 开门 我去 妈 爸 一家人挺高兴的 吃大鱼大肉的 你们还吃得下去吗 妈 爸 要不你们也一块吃点 你住嘴 谁是你爸妈的 我没你这样缺德的女婿 我 我儿子怎么缺德了 亲家母 你不能这么说话 你让我怎么说话 你儿子做什么呢 你不知道吗 亲家 莫琪她怎么了 你别一口一个亲家的 我们没有你这样的亲亲 我们高攀不起 房子车子都被法院强制执行了 樊博琪 你现在就是一个穷光蛋 爸 妈 妈 爸 我给你们解释解释 行了行了 你们一家人别在这演戏了 当初齐我们陪陪的时候 你们老俩就是个拖 什么有房有车 还开着一家公司 早就抵押贷款了 感谢你们这一家子 就是诈骗犯 我还得报警抓你们呢 妈 莫琪 你说清楚 什么是强制执行 不 不 不 就那个广告牌砸人的事 法院派下来了 要要赔二十万 这没这二十万 那可不就强制执行吗 莫琪 这样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了 不不 莫琪 这日子咱过不了了 这一家人都是骗子 走 赶快回家去 这一家人呢 都是骗子 爸爸你让我不走 你走 不走 你 你怎么说什么 这一家人把你骗得团团转 你怎么还不信我 你脑快进水了你 走 跟我回去 你别不是好歹 去忙 有什么话咱们慢慢说 你把孩子放开 对对对 有什么好说呗 你们骗了我十万块钱 现在又骗我们陪陪 我们陪陪可是黄花大闺女啊 愣是被你们这一家骗子给骗了 我骗走了 亲家 你看 莫琪呢 是生意上出了问题 她才这么做的 广告牌掉下来这是个意外 你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吧 我那没你这样的亲家 哎呀 你听亲家把话说完你再说好不好啊 亲家 莫琪呢千不该万不该 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过 要伤害陪陪 是不是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怎么办呢 我替孩子 替我们这个家 给你道歉 我给你鞠躬 我赔不适了 行不行 爸 妈 妈 我给你赔不适 都说过 我给你道歉 我给你鞠躬 我不应该瞒着你 我就是一混蛋 行行行行 你别这样啊 没用 我告诉你 我不怕你收我足 我就是认识钱 不认识人 钱是好东西啊 我们陪陪没有钱 能幸福吗 天天偷钱的日子 我过过 我现在不能让我闺女 再过那没钱的日子了 妈 你不心疼你媳妇 我还心疼我闺女呢 陪陪 走 我必须跟妈回家 你跟我回家 你跟我回家 妈 妈 你干什么 陪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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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死多危险啊 妈 家鸡随鸡 家狗随狗 我老公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你可别逼我啊 你要是再逼我 我就跳下去了 别别别别 你跳啊 你跳 嘿 你以为你妈是吃素的呢 就你这招 你妈当工具的时候就用过 我还真不怕你跳一点 这是二楼 你跳一点摔不死 顶多是个骨折 我带你向医院制点 治好了 我接着带你回家 你可千万别跳啊 摔不死在好呢 我就赖床上 你就端屎端角 你伺候我一辈子 害你大了 你这次丫头 你哥们让我外管你是吧 你行 你真行 哎呦 行 行 行 我不要 行 行 行 你怎么了 小姐 你俩不笑了 你爸都这样了 他装的 他不是装的 你看你妈脸色都变了 你妈脸色都变了 赶快给我下来 赶紧下来 快快 媳妇 你赶紧下来啊 行吗 这 没事吧 快快来 没事的 没事的 你去医院吧 没事的 快 我们可不去医院 我 我陪你们一起去吧 快去 快去 我告诉你 妈不急 你别跟着我跟着你 你 你不配 小姐 我帮你 慢点 慢点 哎呦 我大姨 好 她被你衣服 好 好 哎 不急 你带你爸 我 我拿药 我给你拿药 你快了 爸 难受 把药 拿药 什么事 拿药 爸 爸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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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三号手 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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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儿子 你都站了两个多小时了 别站了 走会儿 我没脸错 让你坐 你就坐我妈 可你骗你爹妈的时候 怎么有脸 骗一次 还骗二次 你说你这么下去 你还要骗多少次啊 坐 爸 妈 对不起 我错了 我让你们伤心了 你正在那边这个家 给折腾光了 我会努力挣钱的 我会想办法 把房子跟车子都赎回来 儿子 以后 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做事 我和你妈妈 不求你大富大贵 你只要能够 踏踏实实的过个小日子 我们就知足了 答应我 不要再创业了 好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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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答应你爸 我 赶紧答应你爸呀 你让他自己说 咱们这个家 就剩这个村这儿了 无论如何你要拿着 多的吗 爸爸和妈妈帮不了你 其余的自己去想办法 听着 无论如何 要把房子说回来 爸 妈 我不能要 怎么回事 你拿着 你给我拿着 我不要 你拿着吧 不要 不要 爸 爸 爸 我现在觉得我 你可恶不是个东西 我走了 哭哭哭 就真的哭 没本事的人才回家哭了 你懂那一肚子说 上哪去了 你居然和万木齐活去伙来骗我 你俩把婚离了吧 你说什么呢 咱们做父母的 只能劝和不能劝离 再不能离 我闺女就学坏了 什么工程师 医生 就是斯文败类 那一家人 就是诈骗团伙 骗了我十万块钱 现在又来骗我闺女 想让我人踩两空 你才是骗子 你刚才眼带中 你是个大骗子 我那就是让你给气的 那股气 你现在就冲到身上了 我刚才都受不了了 我现在的腰还有点酸 老板 老板 咱们明天去医院检查一下 我这心里就踏实了好不好 哎呀 他是装的 哎呀 好好好 来来来 我看看 哪儿疼呢 回头了 这儿 你这儿吗 你这个白眼狼 我还以为你这心里 真没有我得当妈的呢 哎呦 他妈妈 听他有什么好啊 他 再不好 他也是我老公 哎呀 裴裴呀 你是真傻呀 还是装傻呀 你怎么就不理解了 我这苦心呢 你说你要是不回来 咱们怎么对他一家人 施加压力呀 这还是为了我好了 当然了 再说了 房子都没了 你住哪啊 是个自个家好 还婆婆好啊 怎么说也是婆婆 有妈对你好吗 那我也不离婚 假汉假汉 穿衣吃饭 你们结婚的时候 是你爸牵着你的手 把你交到万莫齐手里的 那是把你一辈子幸福交给他了 你说 现在他这个样子 能给你幸福吗 妈 这是暂时的 你怎么就转不过弯来呢 啊 万莫齐欠战 就是你欠战 你们是夫妻 那夫妻要共同承担债务的 叫你离婚 那是为你好啊 那怎么就这么不听劝呢 老伴老伴 我不支持啊 佩佩和万莫齐离婚 行了行了 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 佩佩 从现在开始 你就住在娘家 不许再跟万莫齐 有什么来往了 那你十万块钱呢 记着呢 心里记着呢 小伯伯他也记着呢 我这儿还有万莫齐 给我打的线条呢 什么时候万莫齐 把十万块钱还给我 把房子赎回来 我才能让他把闺女领走 妈 闺女 你妈这么做 到底为了谁呀 早点睡吧 哎呦 我这小午 赶快休息 赶快休息 我跟你说啊 你可不能再替你妈了 哎呦 快睡吧 走走走 哎呦 好好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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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陌生街头绑着霓虹 先生 你独自一个人坐 先生 明天情人节 说好了 对不起 有快乐 我看不起你的世界 其实我在等你 如果你爱我说出口 别让两个心难过 你是不是很想和我在一起 你是不是很想让我照顾你 你的眼睛里写满了规矩 我怎么舍得你哭泣 你是不是很想和我在一起 你是不是很想和我在一起 你是不是很想让我抱紧你 你是不是很想让我抱紧你 为我擦干泪 我身上街头绑着霓虹 你独自一个人坐 我身街头绑着霓虹 陌生街头绑着霓虹 你独自一个人坐 陌生街头绑着霓虹 你独自一个人坐 明天情人节 你独自一个人坐 你就是我疑痕 没有休息 你独自一个人躲起死 你独自一个人坐 你独自一个人坐 你独自一个人走 这是我为了借酒 告诉他一事 啥事一事 你赶紧喝了吧 什么呢 你出啥事了 你到底是什么了 你是不是遇到啥事情了 你才遇到事了 你们全家都遇到事了 赶紧倒酒 小一点小一点 来来来小一点小一点 没事 你说这男人真挺没劲的 这酒哥做了 你心里的事啊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知道喝 你说还能干什么 仨子也不能干 来来来来上床 上床 来 待会儿媳妇在了 乖乖乖乖 上床了 乖 好 你跟他说我借酒了 借 借了好 借了好 哎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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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 干什么都成不了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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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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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